先講一田之秋 這個問題亦都跟垃圾問題一樣 有一種生活形態的改變 當然你要改變一個生活形態 有時候是要漸進性 但今天香港整個消費文化改變 好像一個斷崖式 突然間短短一年半長 很多人改變了 沒錯 其實你們特別在這星期才討論這個問題 固然是因為 剛才提到亞遜屋的問題 日本城的問題 全部都是很個別的零售 但零售的方式其實好像差不多 今天再講 其實也不是今天 這兩天在網上已經講一田 大埔已經縮了很久 現在沙田又縮了 不是撿它縮 為何縮呢 特別它其實在鐵路沿線 當然是深圳的問題 深圳有山霧 又有Costco又開了 不死嗎 除了一田 除了七五九 除了日本城 其實大家留意一下 在你們街坊街里那裡 都有一些類似這樣的 只不過你們不是很熟悉 叫得出的名次 這一類店都有 我猜這類店都死 這些就是 叫做生活雜貨 沒去到百貨的 是生活雜貨 那它賣什麼呢 是很靈活轉變的 不同的區分的消費 也都會入不同的貨品 而說回一田今次收縮業務 特別是沙田的旗艦店 多少年來 沙田新城市廣場的一田 是整條東鐵線 是一個中心來的 大家一來襯去買東西等等 那裡任何時間都奇門如市 那裡是新龍基米業 一田新龍基旗下一個百貨企業 好像新龍基這麼大的企業 當然也掌握市場的資訊最敏銳 它做任何決定都不是說 一間小店又不行 一定是深思熟慮的 而且新龍基的管理 企業管治算是挺好的 他們也要作出一個決定 我跟老總說 大家現在還沒移動 有兩大企 八街和惠康面對 旁邊這麼龐大的競爭 暫時沒有動作 我不相信沒有動作 因為牽涉到他們生存問題 因為他們的利潤 其實是百分之二之間 這麼微弱的利潤 他們主要集中 希望有現金流去拿回來 但是面對這麼大的挑戰 包括八街他們也有網上買的 但現在別人的速遞服務都這麼好 特別這個速遞 因為你中港兩地的物價差距大 你一計算數 同一貨品那裡便宜這麼多 其實影響是多大 另一方面我們引伸到另一個問題 譬如今天也有報紙評論講到 信報這麼說 文媒這麼說 因為民建聯提出十九行的如何 過去一段時間 特區政府好整個社會的助力 都講一下如何吸引更多人來香港消費 就是加強一些宣傳 但是完全沒有留意到整個消費文化的改變 令到本港的零售業服務行業所遭受的衝擊 你巴士說吸引更多人 那些可以量化KPI 但你如何加強本地的零售業服務行業那種 能夠生存之道呢 政府完全沒有做到事 我們新聞天地 今天評論才開始來 我們新聞天地 其實早幾個月已經察覺到這個情況 去講本土的經濟問題 我過去那一年 真的差不多剛剛開關一年 開關之後 我是很著意 走香港的本地小店的食肆那些東西 做就了我去近距離 看香港那個社會的經濟 我已經很早跟路仲說 我留意到很閉加火 而我也同時留意到政府的政策 由去年的財政預算案到現在準備 有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以至到李家超上場他的施政 他的政綱 是沒有觸及到怎樣去救本土的經濟 而那個焦點永遠是 北部都匯區大灣區的發展 怎樣融入去國家發展計劃 怎樣吸引外地旅客來 現在進一步是怎樣留住他們 這些全部是外向型的東西 香港裏面的本土的情況不去醫 我們較早前提出 救救中產才是救救香港 因為中產的消費是很重要 儲金階層的消費力低 不幫得很多 但中產都說 昨天有人告訴我 看電影沒有人去看 我告訴你 我禮拜日去益生和親戚喝茶 說閉加火了 以前真的不用指意要排排 竟然只有三四張桌 有人 可以看到這個連關很難過 連關過後你看見 很多店鋪會黯然消失 如果單是傳媒報道 是一些名店或老店消失 大家會留意一下 但很多店消失了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政府思維 我們不斷吸引更多旅客來香港 未激活了香港的消費 但旅客消費和本土消費 兩件事 不斷去 昨天說到有多少人流來了 回到疫情幾成等等 就算旅客再升 但對本土的特別 香港以零售服務行業是最民生的 如果那些中小營的經營者都無法生存 現在一天都頂不住 這些賺得很美 那裡還是新鴻基自己賣業 你想想現在多誇張 楊潤雄已知道陳國基是主持 跨部門一個統籌會議 去應付這個人流 大家記憶猶新 郵輪碼頭幾轉四五千遊客來香港 對香港的經濟刺激有多大呢 連郵輪碼頭裏面的店舖 做的生意都一殼眼淚 我所知道有一間酒樓 真是現在不知怎麼辦 還要交租 開始交租 那你學澳門菜馬會 撞詞斷備 真的你是逼人撞詞斷備 但你所有的都是去做這些事情 想想怎樣去本土經濟營運 你撞多錢 你不如審錢去這些地方 正如疫情 我早就說疫情 你派什麼錢給企業 實實此 每個香港市民派錢 都不用那麼多 你比企業更多 然後那些人會花 由他們去刺激企業 波雖然去了大屋斯 瑞士胡江山 希望他有時間去反省一下 平時很忙 這些人其實他最有空坐飛機的時候 那十多小時去想一下 消費券面對現在的政府的庫房 確實是一大難題 但你發覺你要救本土經濟 消費券是很有效的 為什麼另一方面呢 還有再看內地大灣區的城市 哪個城市的政府 不是為了自己的城市 做多點功夫 保護自己的城市呢 你看一下深圳 多少措施出籠 都是救自己深圳 不是他 你曾經何時聽過 深圳我要配合大灣推發展 是要的 排面上當然是要的 但是你不夠回自己本土經濟 你帶著一個病懷的心情 你怎樣幫到國家發展 你都死下死下 遲些人家 窮親戚啊 大哥 沒有人看你了 唯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是在大灣區城當中 我們是最慷慨 最闊長 最顧及周邊的人 反而你本身家人 你就沒有認真去照顧它 就是大家很多企業 很多的中小企特別 經營百貨業務 飲食行業 服務行業 那種的吊鹽水 過了這個年 大家可以 剩下多少呢 自己就節衣縮食 還要去辦闊老 現在重新想想 咳一個 交椅酒 連研究 你也不要浪費顧問費 研究了 北部都會區這個規劃 要頂眼上 咳一部分 現在風吹出來 賣資產 賣一部分地協股 賣一部分什麼 賣賣一下 人家對你的信貸評級 其實你沒有那麼多資本 你一樣死 香港好像末路王孫 現在以前 廣家天下的豪客 現在大家看你什麼時候死 特區政府 你們顧及不到這個民生的痛苦 當然 中港之間那些 更加的方便來往 這個必然趨勢 但是當我們去構思 不要只是想著很方便 內地人來香港 也都想一下這個對香港本身 本土經濟那個帶來的影響 不要想著它來消費 大和鄉經濟 原來不是 亦都是更多港人去北上的消費 因為那個物價又差距 這些全部是沒有計劃 沒有任何社會研究 其實可以這樣 我舉個例子 禮拜六禮拜日 全港交通工具免費 不是過境那些 是本土裡的交通工具免費 不要不限年齡 由政府補貼回去 那些人在本土裡流走 真是多生意做 現在我們對外人很慷慨 外人來香港很多優惠 為什麼無可厚非 但是就是 刻薄自己人 有些人這樣計 我真的聽過 住在屯門天水圍那些 說我出一轉來回市區 你知道多少錢 我一頓飯都不行 很貴 那就給他們本土裡流動 免費 這些雞無算秘的錢 政府如果在這方面多些的心思 我相信民間企業都有一種 其實香港現在是一種自救的行動 不過我們經常要打總面衝肥佬 講到自己見英明神武 向中央去領工 所謂講KBI 你說自救就是自己不行 是啊 你變成無吸引力 我看回萬千聲輝 所以你看 我想將來很多娛樂事業 或者很多場景 需要一個平台 走去澳門 或者去深圳 連香港這些表演場 都被人剝奪了 要看東西 去澳門 去深圳 那就死了 所以一田之秋 一葉之秋 萬千聲輝賀澳 你不是看見我們整天為他人作 駕衣償 因為我們都要做好這個門面功夫 而那些實質的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忽略了 這個就是香港今天 有時候都不能夠靠政府 香港人之間自己想想自救之道 這百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